地震过后花莲大清水刮身山崩 大量土石高速往下坠 发出巨响 还扬起大量沙尘 床德管制站旁也有大小石块 从山坡上滚落 当时还没开放通行 不少正在等待的车主 目睹山崩瞬间拿手机下车拍摄 当然会怕 虽然刚刚地震还是会紧张 而且火车现在进不掉 10号下午3点45分地震 最大震度地点之一 就在花莲达到四级 民宅吊灯左右摇晃 桌上玻璃杯内的饮料 也有明显起伏 又地震 又在摇 不要紧张 同样震度达到四级的 还有宜兰县 吊虾场监视器拍下 池子里的水大幅度的左右摇晃 许多吊客第一时间 紧张地抬头四处张望 当地也有超市内的装饰布条 前后晃动 阿婆你要带我下去 不要帮钓我这样 小朋友会怕 对 然后不要放掉 刚刚那个地震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因为之前雨震非常的多 所以就赶快跑到空旁的地方 有一定吓到 受到地震影响 火车也都慢行 并且执行巡轨确认 一辆下午三点零八分 台北到花莲的太鲁阁号 降速到时速六十公里运行 部分列车晚点 各位地客请注意 因发生地震 目前全线列车暂时停车 双北震度虽然只有两级 但捷运运行还是受到影响 全线慢速行驶 毛缆系统暂停一分钟 TVBS新闻解纳程高志宏 宜兰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